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欧凤他的风格就是比较喜欢弓杀型的 那么以前也是我们女子旗界有名的红颜杀手 那么这盘旗他一改他平常的比较犀利的旗风 转为稳健的飞向局 他这红颜杀手是因为我记得在一次大师赛中 当时是女子特技大师可以参赛 他战胜了很多男子大师 所以当时给大家就称他为红颜杀手 这个双方正常出资 那么在刚才这个布局的时候 黑方还可以有炮八平三的 对 在刚才就是炮八平三可能积极 更主动一些 更积极一些 但是这个马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冲击 因为他没有这个结构更理想 那么当然这是两种风格 陈立纯这个旗的风格 也是稳健中不失灵力 不失强大的攻击 对 所以他还是布的很稳健 而且也针对张国凤的风格 张国凤是攻击力很强 所以他可能陈立纯也是有所顾忌 那么下到这个局面下 黑方的盘和马 是马有八面威风 现在控制着棋盘的中心 让红方也感到很难受 这个马上不去 鞠也被封 所以通过对局面的分析 张国凤他的本色出来了 非常的灵力 积极主动来打击他 打击他的和风马 逼他迅速定位 这样我今后可以有机会跳马 来反攻 那么他的连续动作是 这两招是他的一个整体的计划 那个狗斯都是针叠这个马 那么黑方由于在布局阶段 这个马走的过多 他是想在盘和线形成一个桥头堡 形成阵地站 但是红方通过非常灵力的这种战术 已经打除了他这种想法了 所以他也被迫先踩掉一个兵 那么黑方 炮二平三 先保住 然后炮八平七 黑方出局 局一平二 局一平二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对局 可能能打掉黑方一个向 但是因为出紫 因为这个马今后对掉局之后 这马有马三斤四 马三斤二压马 各种骚扰手段 红方并不满意 其实在赛后的时候 我也去参加比赛了 也有交流 对 跟他们也简单地探讨了一下这个局面 当时张高凤 他在想这个棋的时候 他也考虑了出局 对局 但是后来想 也是觉得 如果黑方 我们也变一下 吃掉 先打掉 先打将 对 一支是 然后马七退八 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有马三斤四 或者是马三斤二 对 有这样的 都很被动 骚扰和战术手段 对 那么黑方 虽然说 那个局还没有出来 但是随时可以 居九平八 出局牵制住 这样经过难免一对 如果对掉居炮 这个平炮今后对居的话 下城马和残局 黑方少个向 但是多个族 子力战位还不错 虹方也是难有作为的 对 所以 他当时也考虑到了 这些变化 后来 还是以这个 从实战角度出发 他决定先退胖 打一下 黑方 先把你击退 然后我再考虑 那么黑方实战选择 还是退这个 对 他还是顾虑 如果退这个 还是顾虑这个 对 看来黑方也同样顾虑 虹方居九平八队 对 打底下 大家彼此心招不宣 对 那么 所以他选择了 马三推二 对 那么 其实我们后来分析 马三推四 也可以 双方也是另一番战斗 但是这招 相对而言 也是可能比较稳健 完了 出局牵制 看来两位选手 都互相顾及 对方的攻击力 还是两位携手 都是攻击力很强的 攻击力都属于攻击型的 进足 这很好理解 对方他马七进六 对 快马 对 冲 看马 红方 马三进四 非常的积极 我觉得这也是这种局面下 比较典型的一些处理的手段 对 进马 他并不怕你来冲 因为他马七退步 马五进七之后 在这一侧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马炮阵地 对 而在这一侧 虽然黑方子多 但是由于鞠马被牵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发展 对 所以红方并不怕这个 四十六 黑方 金鞠 鞠手金鞠 红方 这个肯定是要封压住 这个时候 黑方考虑到 红方现在有一步巧招 什么呢 就是说 无论你下一步冲还是不冲 他可能有打兵的手段 就如果下一招 他真的打兵 我说你冲他 他一个可以躲 如果人不躲 还有这个手段 打了兵 你在冲的话 或者用炮打的话 他有一个进马的巧招 这样 这是吃着炮 这是吃着马 完了这边还压着底项 这个阵型结构 红方现在五颗大紫 双驹双炮马 已经都投入了战斗 黑方明显不利 对 所以 这个局面下 陈与全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很冷静的 先顶住了 那么红方 抛齐很大 那么黑方 进居一桌炮 这个时候 红方当时实战下法 是炮而退二 我觉得这跟张光芳的风格有关 对 他喜欢把局面下的乱一些 紫儿多一点 紫儿多一点 乱中取胜 容易发挥他的计算力 和他的攻击力 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面 感觉是直接吃掉 就已经 解明一些 红方就可以控制住局面了 给大家演变一下 那么黑方就吃掉 拿这个局 肯定是拿这个局吃 再吃掉 完了杀过来 那么红方浸泡一打浆 这个就退炮了 然后进居再捉炮 那么他或者是平居把上 退炮好像是有点不行 只有走在里头 完蛋它就飞掉就行 这样下的结果 就是明显红方是控制了局面 黑方的子都被压住了 像这种大事 红方也是不怕的 因为子离得太远了 你就打我一试 我这马有很多的攻击点 都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旗 恐怕很简明的 获得了一个满意的局面 但是张国风的风格 他不会这么简明 所以他退炮 继续保持复杂性的准备 那么黑方打掉 打中族 那么吃掉 黑方在这个局面下 他的风格也非常的硬 他得有一个 也算一个巧妙的构思 其实他也可以说柔一点 走这个 先避免中族被消灭 但是他的判断是什么 在这个局面下 你打个中族也没有什么棋 交换完之后 因为你马位 这鞠都背在这边 另一侧黑方子力比较多 而且可以通过你阵型 可能还有点虚的 进行一些反击 毕竟这还有一个族 对 他也想隐隐约约的 好像总瞄着 他还是希望在这边 对 做出点文章来 但实际上好像这招棋 看似力量大 也是属于硬朗的一个下 对 看似硬朗 硬朗的下 那么C调 下午进去 那么下到这 黑方这是他的战术构思 对 他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他准备通过出风筒 打破兵线 竹林的封锁 然后对你这个鞠马炮 形成了一种牵制 那么张宫 以他的性格肯定不能对 这个局面也不允许 他再交换了 退炮 准备下一步 兵三进一 实战中 他走的局势平三 这招棋可能是有点缓了 当然他有他的构思 他还是可能想进而 对这个形成威胁 这还可以对局 形成一些威胁 但实际上这个棋 黑方直接过炮 对黑红方就已经是 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准备随时退炮 他的目的 中兵我不要了 目的就是为了 打掉你的马 只要能打掉这马 你这边立刻变成无根巨炮 而且从发展来说 黑方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再冲 好像意思也不大 他就吃掉 你打僵 他还冲炮 对 还冲炮 下车还要揪你 你得赶紧退炮 他这时候还打你 你这马肯定要钻进去 他进去再继兵 但这个棋红的现在有点虚了 对 这个棋有点虚了 还不如人家这还有冲这个 攻势受损 对 如果你看兵 他冲这个再鼓炮 这个棋还有点小麻烦 所以他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实战中他走的G4平3 对 那么飞起来 飞起来之后 他这时候走的是G2进1 这条棋实际也想多了 可能走这个更好一些 G3进1 如果你抛G1的话 他可能就马七退五 然后再马五退三 那么红包要是平三 那他就马五退三 就是还是期待这个中兵 就是这中兵你打了就打了 这是你的权利 这个时候打我不怕你 这个现在你打为补室 你这炮怎么办 搞不好 可能还要不丢东西 也挺难受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棋 可能直接进来更好 那么陈立纯这时候想的是什么呢 想的时候给你顶住 然后再进去 但是有时候下棋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都合适了 你都下合适了 红的就没办法了 红的现在也很机会 很机敏 先退桌 是 黑炮 平炮 红方现在开始动手 完了 吃掉 打僵 这个时候 红方确实已经确立了 他的一个优势局面 对 完了 G2进6 G2进6 黑方已经很难受了 对 退炮 准备吃相来攻击他 但是红方一押 G2平3 黑方现在没有办法 他不能退炮坎 因为如果退炮坎的话 这个红旗有一个 炮8腿1 炮8腿1 下一刀 马6进8 对 好多手段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没有办法 就想拼一把 实际上这步有点走漏了 有点走漏了 一个是局面确实不好下了 还有一个呢 他可能也一厢情愿了 他以为你要吃马 我能先后取 对 但是人家呢 没想到人家 人家吃炮 对 他炮吃 你现在在吃不行了 人家可能可以揪着你 也可以要杀 还可以对居 这个手段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旗呢 没办法 吃掉 那么 那么下到这呢 这个张工奉已经是 胜券在握了 对 那下边我们就给大家再 演变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像 不是 不是 装满 平均 保住 吃掉 那么他也 这可能又是个勺子 又有点漏招的嫌疑 张工奉 他想换子 结果人家打了一个像 对 这个局面就 这下就 更加的 没有回旋余地了 基本上是随天无力 那么下边又随便 可能也是惯性的下了几步吧 对 打 推马 推马 所以看没骑又回来了 人家出去要防止你过足 对 下到这呢 这个黑方无论如何 已经无法形成合骑了 对 所以这个 就认负了 那么这盘骑呢 这个双方都表现得 非常的 这个吓得非常的凶狠 都表现出自己的骑风 对 可惜黑方最后可能有一些漏洞 有一些攻守失聚了 有点失聚 本来还是挺好的骑 如果走出这个平炮 对 或者说直接来腰队 可能这盘骑结果还很难讲 对 好 那这盘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一会儿再回来给大家介绍下一盘队局 我们稍事休息 来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二轮男子组的一盘 非常精彩的队局 是由这个江西队的孙浩宇 对阵上海浦东队的王浩 两位骑手都是年轻骑手 所以下去骑来 肯定是针锋相对 孙浩宇摆起了中炮 对 孙浩宇非常善于中炮布局 因为跟他的风格有关 他是一个下棋非常的灵活多变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很奇特 很有个性的一位骑手 那么王浩也是一个年轻骑手 也是陆林出身 中局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布局可能不太考究 现在王浩 强挺骑足 对 这个我觉得孙浩宇也非常机敏 他觉得这个时候就跟他抢这骑足 恐怕是有备而来 所以孙浩宇这时候也非常的精明 他没有过何须 他想先看看动静 这有时候职业骑手下棋 就是这个样子 他明明很简单的棋 他会判断对方的心理 你们在想什么 尤其是一开始 这种斗智斗勇 像这种第二步就抢你骑足 作为一个职业骑手 他肯定会咯噔一下 为什么他要跟我下这盘棋 他会 他想避开什么 或者他想把我带入到什么里面去 那么下到这之后 孙浩宇一看 还是先过何局再说 看看你到底要 有什么手段 那么王浩向三进五 这招棋就已经 可能双方 尤其孙浩宇已经明白他要干什么了 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局面下是 平坡对居 大家公认是最经典的 合理的布局 还有激烈的就是马七金六 那么这招棋 还有一个有捕士的棋 可能走成七马局 但是先捕像和先捕士 确实有点区别 因为你先捕士 你压马熟还可以推炮打 先捕像如果压马 这个马恐怕只有败退了 但是我想这可能也是王浩想得到的结果 那么孙浩宇也明白 一看他飞向了 心里明白了 你想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们先大家演变一下 这是有可能我们猜测的 如果你平均压马 他有可能退伍性马 当你跳马的时候 他二级准备打死鞠 你积极的想 你不能躲鞠 躲鞠就太消极了 跳马他冲兵 你填进去的时候 他再冲上 那么这个布局 也是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布局 研究的非常的多 而且有很多全国冠军都在尝试着使用 比较经典的应该是 王天一对郑维彤有一份气 最后是郑维彤直红旗完胜王天一 下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虽然是完胜 王浩还敢使用 那说明他可能有新的心得和体会 所以孙浩宇对这个棋 以他的风格 这个棋他应该是研究很多的 所以孙浩宇也非常的小心 也可以说很狡猾 他一看你飞向了 说明这个棋你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他选择了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他就不压了 走马八进七 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是因为王浩可能在布局面上有点狭窄了 因为他毕竟陆林出生可能有些布局研究不多 他只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但是可能有一些大陆布局可能研究的不是很深刻 这时候实际黑方很多种下巴 不是你不是形成骑马局 这也是非常曾经一度流行的 更流行的 最经典的就是马七进六 对 这个是最经典的 这个是屏风马曾经一度非常辉煌的战绩 尤其以广东的杨冠林老先生 还有我们和刘殿忠老师 刘老师曾经出过一本专辑 谈何马谈蜜 那本书我是非常喜欢的 学了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什么 平保队局形成高居邦马 这个曾经女子骑手 曾经不是说谢思明那一代骑手 走得非常多 那么这时候王浩选择了跑几一 那我们就明白了 其实他刚才想的就是这个 他到现在还在惦记 你要压我多好 但是孙浩宇就更明白了 说我不上大 举九尽一 他得当局者更清楚 当局者 这俩人实际这几步棋 就在斗智斗勇 斗心理 那么在这方面 感觉上现在应该是孙浩宇 可能略占上风了 虽然局面还是一个正常局面 但是从心理上 好像王浩的布局面 有点窄 他不能灵活运用 孙浩宇毕竟还是四川专业队的队员 从事过几年的专业训练 那么他这次之所以代表江西队 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江西人 他是江西宜春人 所以这回在家乡比赛 他也算回到家乡 为家乡父老 效力了 而且据说战绩非常的不错 对 下得非常好 下得很好 这个时候 朱三吉 没有办法了 因为不走的话 人局久平六 连朱三吉的机会都没了 那么下到这 大家可能就很熟悉了 如果对布局非常了解的人会发现 这个旗实际是一个直横举 对 两头蛇的一个布局 通过一个心形的一个刺续 走子刺续形成了 那也说明我们这象旗的布局也是挺奇妙的 对 它可以转换 对 这个时候兵三吉 兵三吉 对 这个叫四冰见面 四冰见面 这个也是非常 很早以前就出现的变化 双方就是对攻非常的激烈 那么 炮而进一之后 形成了一个双炮巡河 来抵抗 宏方的攻势 我觉得这个布局好像流行的得有十几年 就是 都不止 都不止 我记得我学期的时候就有 这个二三十年都得有了 我觉得 这个相当的久了 就是近几年好像 高手之间下的少一点 对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布局 对 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兢兢乐道的一个布局 对 那么下一招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传统的招法 是居酒瓶六 居酒瓶六 如果你不试 它在跑八退一 今后有跑八平切 来支撑七路线的冲击 这盘棋 就是通过很多大师的演变 研究 最后的结果 就是红方可以获得一个略优的局面 但是黑方也可以抗后 那么这盘棋 孙浩宇就走了一部分奇特的招法 但是这招棋并不是什么新招 这还得要提到河北队的刘建忠老师 这招棋非常奇特 马后藏鞠 这是我们刘老师首创的一个经典战术 当时是一个新招 当时战绩非常好 一举就拿下了上威应战士 上威也是一位优秀的大师 对大师 一举拿下了上威 当时这盘棋是补试 其实通过棋手的研究 还是应该补试 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这盘实战走的是局一平三 那么 就是当时刘老师和上威 他们两个人下的时候 上威的应招是补试 对补试 实际从研究补试是正确的 上威大师还是很有实力的 当场虽然遇到新变 心情也很紧张 但是还是找到了一个抗衡的次序 但是可能后边下的不够精细 那么如果不是 咱们给大家演变一下 好 马七斤六 他通过七路局准备冲击 那我怕二进一一打 我怕二进一飞掉 马三进四 这招起非常的强要 吃掉 踩 那我怕四退一 对 圈住你 对 怕我平三一打 当时尚威大师是用马吃掉了 他得子了 那么冰七进一一冲 平冲炮一将 向三进五一飞 这时候你还得推向 赶紧捞向底下有问题 完了 红方 冰七进一冲 黑方还得平炮 那么红方平居 强行把马吃回来了 那么吃回这个马之后 红方有一个冰过河 这个明显是优势了 最后刘老师获胜了 但实际在这个局面下 给大家介绍一种防御方案 一打 这时候不要拿马吃 这时候就是老老实实 老老像 这时候还要吃 对 那我只能红方 押上这次 押上之后 它足足继续攻击你 然后平炮 这招也很厉害 你要吃 我就杀完了 底下有门宫 但是黑方就跑了 如果你往里强行陷的话 它就给你吃回去 你冲冰 你拱掉 它就退回去 然后你说 我这样吃你 如果你要盘马 它可能一歪足一冲 就完事了 但是人就一巧招 你不能吃 你吃 它马三进五 通过这样的交换 很有可能 黑方就可以顶住 红方的第一波攻击 那么顶住之后 黑方兵种齐全 恐怕在未来的战斗中 会获得一个不错的结果 这是后面大家经过多盘实战之后 研究的比较好的应对 对 比较好的一盘应对 那么咱们再看这盘棋 实战 实战呢 可能这个我觉得王浩对这个老变化可能不是 可能也 他军一平三可能也有他研究的一个去向 那么 红方还是挑 那么黑方还是打 还是进口打 对 冲 那么一人过一个组 一人过一个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就退了 对 就退了 王浩实战走的 这招棋呢 是王浩的实战招法 但是感觉上最后的效果不好 因为没有实际意义 其实我们通过拆棋感觉 这个棋啊 要么你就是 飞掉 气象展开攻势 气象展开攻势 然后再一飞 你一退 我给你对居 这样呢 削弱红方的这个进攻力量 然后有一过河足 双方再展开对攻 虽然红的可能占有优势吧 但是黑方呢 还有一些变化 对 可以来寻求更复杂的 更好的机会 对 这是一种下方 还有一种嘛 就老老实实的 我就干不过 我就忍 不然就支招试 那么你一出 我就老老实实缩回去 反正我有一过河足 我也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我今后待会儿再退炮呢 对 我还有一些反击 比如退完炮 是不是 还有这样的反击啊 对 这样在寻求更多的机会 对 这可能也会比较复杂一些 但是实战这招棋呢 可能它有点失散了 这个骑人家一冲 它根本不能揪 拽不上 如果你一拽人一平炮的话 你那马还得好 对 没有意思 所以它只好退 那退的话 刚才看了 如果你不是呢 马退到这儿 是不是更理想一点 而且这个炮退到这儿 暂时也没有用 没有用 而且马入窝心 大家都知道 老件发晕 是吧 有点晕 现在 平炮 大击 然后孙好与次序非常好 准备点这个要点了 攻击它的卧行马 攻击要点 平炮一打 一打 机器平炮 一打僵 不是 下到这儿呢 虽然说 红方被打掉一个势 但是呢 双区站位非常好 而且牵入无根 黑方还有一个卧行马的弱点 对 最麻烦的是下一招要进局 进局 这个黑方现在好像没有特别理想的 适合的应手 所以黑方呢 也是不管不顾了 也没法守了 对 这也是陆林高手的风格 就是全力进攻 我就不顾了 后边 别麻腿 一点 一桌 一打 那么 他吃掉 吃掉 杀掉 那么红方如愿以偿 获得了炮阵中攻的优势 但是黑方呢 这边双鞠双炮 也是企图 能创造战机吧 金炮一打 准备 交换 打完马之后 一人吃一鞠 那不是得子了吗 那么红方只要马三推 这招马我觉得退的也是 以退为进 下得非常的巧妙 实战中 下到这儿呢 黑方是打兵了 但从结果来看 实际上黑方啊 可能是想保留一个高鞠吧 他想这个鞠 看住这个足 但是不动 这这马可能有些影响 先把这个过河兵消灭掉 但实际上这时候 黑方应该是先捉一下 捉一下 不能吃 一直能退 我再打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大家往下 咱们看实战就知道了 好的 实战它就直接打掉 直接打了 红方跳马 黑方现在不能挡 为什么呢 这有一叫门宫 如果当时的鞠在这儿 就不一样了 如果刚才鞠被吃到这儿了 他再打的话 黑方有一个闪江 底下是带着姜吃鞠 这是杀棋 就赢了 对 那么现在鞠在这儿 人家 你平复一挡 人家平复一打 这个棋红得直接就取胜了 对 你这姜没有用了 这没有用人白吃 这边还打着门宫子 完了底线不带姜 对 所以这个棋刚才是应该捉一下 那更精细一些 到这儿的话 你有这闪姜了 那就厉害了 那么现在这个棋 它没有办法了 但是它的计算 它以为它可以躺住 嗯 一跳 完了 挂脚 对 一挂脚 它只有退 完了 只有一个巧招 正好这个炮 你不能吃 对 你吃它这儿一僵 你打过来 这底炮 对 传僵 死了 嗯 只有平鞠 平鞠 那么 红方得了个子 对 依然占优 完了 近鞠 还占有攻势 平炮 完了 飞向 对 红方一平 准备立军 叫杀 对 黑方说先挡一下吧 红方 炮三平 这不绝杀了 对 下到这儿呢 王浩一看 确实大势已去 对 就放弃了蓄意 那么这盘棋呢 孙浩宇也是为江西队立了一功 对 战胜了对手 这盘棋呢 主要是王浩可能在布局阶段 还是研究的 有一些欠缺 但是它的中局力量 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 只可惜后来没有走到这部棋的 近鞠 捉鞠的这个 这个要点 比较可惜 那么这盘棋 孙浩宇我觉得这盘棋下的也是 尤其是攻击窝心码的这一串战术 尤其他后边这个 后边这一套战术 教科书式的这种 对 这以退为进 非常的经典 那么好 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好 希望大家那个 能够这个 喜欢这盘棋的精彩对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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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